好 這個對決最主要就是看 卡米這邊對於蟹蜜的空差 應對的如何 好 開場 直接一個impact 是 給對手壓力 沒有錯 然後卡米這邊手 身上帶著一格風水 對 兩格風水 現在壓制跟連段都非常的強喔 推到角落 蟹蜜可以伸過去嗎 對 看起來有點微妙 沒有對空到的 one day parry 補一個連段 動力衝擊 直線律收 再擠了一個風水 GMI有 這邊有確認到打康連段 直接帶走囉 看起來會全接給 漂亮 perfect KO 連一氣都不需要帶 直接帶走 卡卡米跟下一蹬 沒有錯 並且這是一個 perfect 開局 對 而且開局 YOLO這邊抓到了卡卡米的66 好 這邊想要往前壓 但是卡卡米起身直接凹了 是 好 點了一下 打到康克 中距離 三格風水都有囉 對 完美Perry又來 對 後塞進角落 帶著三格風水 對 後塞進角落就不好 空差想要出來再點回來 防凹 漂亮 五連段 這邊手段有三格氣 O1下去 這超痛 SA3 迴旋斷介落 三氣直接給 而且可能不會帶走 但是 JULI這邊 接近敵血 對 對手已經乾了 直接凹了 凹不到 這角度不對 帶運氣不錯 JULI 撐得過去嗎 角落撐得過去嗎 空差 被點回來了 對 這種情況基本上YOLO是很難逆轉的 因為他的動力槽還沒回滿 但是卡卡米已經回滿了 可這邊不論使用ODL或是其他選項 都是可以把對手帶走的 是 那這邊也響了一下 YOLO 下一場 第二場YOLO會怎麼調整呢 在中距離 這個下中手放得漂亮 打到之後直接推進角落 但是被跑出來了 對 但是被Punish Counter缺乏了 點了兩下之後綠衝進來 大中角落挖到 持續往角落上 從左邊角落打到右邊角落 跑都跑不掉 來看一下 雙方持續做個立回距離 下中角連發 在這邊打了 查核 空差被跳掉 但是下來被補了一個連段 沒有錯 YOLO拿下一燈 看來YOLO這邊調整得也很快 對 調整得很快 這個燈明顯在立回上 取得更多的機會 但這邊被 想要 起身想要Perry被打了一個懲罰反擊 One dayPerry 在一個懲罰反擊 角落繼續壓制 開了風水引擎 想要拿下這個燈 對 接下來就有去囉 YOLO動力草撐得住嗎 對 看起來不太行 有點微妙 動力草已經幹掉了 對 幹掉的情況下 還被打 很難弄過去喔 啊 這邊卡密失誤了 是 這樣子YOLO就算撐過這個回合了 對 風水引擎結束 並且 離開角落 是 好 你從過來中角 哇 打到結局漂亮 而且過來還甩了一下 有機會嗎 有機會 完美Perry又來 這看起來帶走了 漂亮 在YOLO正要反攻的時候 一個完美Perry 直接獨止了對手 反攻的氣勢 沒有錯 進來點了三下 Spiral Arrow 想要退康 但是被反退康 對 卡密這個防守選擇漂亮啊 好 終於這次花三格氣來 確保這氣功 好反應 好反應 紅色三角突襲直接來 但卡密這邊氣要兩格了 兩格氣就是風水已經開啟的時候了 沒有錯 往前壓制 摔了一下 兩格氣了 會乾掉嗎 好直接被打乾 是 沒辦法 動力衝擊 這沒辦法 卡幽羅要怎麼帶都可以 最大連段 對 看來Spike 這邊敵血 卡卡密 破甩 那你被後甩進角落 那這邊風水會開罵 還是要留三氣呢 對 看起來還在等 找一個機會 等三氣 這邊等三氣 摔空了 這邊 YOLO的進攻選項漂亮 再被壓制在角落的情況下 找到一個空檔 跳起來 OD空差 帶走對手 對 卡密的資源完全沒地方用 一比 好中角 雙方互擊 但是 完美Perry又來 可惜沒有確認到連段 今天這場可以看到 卡卡密的完美Perry是按得真的很好 對 完美Perry出現的次數非常之多 是 通常一個單人出來一次就不錯了 好 這邊直接把對手打乾 卡卡密 把隊友逼到角落 並且對手乾掉的情況下 能不能 拿到這個打暈呢 是 好 送進角落 看起來還有機會 也是把戲弄乾 對 好處是 卡密已經沒有動力槽了 對 但這邊打到不太妙 所以多一個裝斷 第一血 YOLO還有機會嗎 歐地槽回滿了 對 這邊持續推 持續往角落推 劈迷了一下 摔 卡卡密這邊很危險 動力槽還不會回來 還有一波的機會要撐 撐過去了 對 哇 這個速點漂亮 YOLO推了一整場 好不會推到角落 但是 但是卡卡密的動力槽也回滿了 對 可惜啊 往角落推 雙方都有三格氣 手上都帶著一個 非常大的 連段旗幟 對的 哇 下中角有撈到綠衝 敗了 有了 但是敗到之後 歐地槽只剩一格 這邊只要被貼到 都非常的危險喔 對 沒有帶SA好 想要留著打最後一個燈 或是斬殺 戰衝筒差點就打到了空差 好 直接帶SA 對 因為SA再不用的話 動力槽太危險了 是 直接來紅色三角突襲 也順便把對手的動力槽給打空 還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打空 直接來 但是 起身直接凹了 不過動力槽乾掉的情況下 這邊要逆轉很困難喔 是 這邊只能撐到下一個燈了 撐到下一個燈 双方現在勢均力敵 卡密唯一值得慶獻的是 他還有三格氣 是 不論要開風水 還是開大絕都可以 這邊沒有反應拍得到 有了 胖胞腳中 這邊是YOLO先起開得勝 先得到一個進攻的機會 並且把對手往腳摸中 對 對空也有 impact抓到這個直攻 這看起來就有點不太妙了 卡卡密 動力槽也快乾了 是 火水 哇 那個絕體絕命 直接開風水 不要絕出勝負了 是 開出來 安全跳還有一波的機會 沒錯 還有一次機會 對空漂亮 直接乾掉 結束了 對 康可好確認 第一血 對 5-3-2-7 卡卡密 卡密剛剛在角落 絕體絕命一個後摔 是 波瑞後摔也是掌握到對手放槍的機會 沒有錯 價值連城的後摔 價值連城的後摔 主要是 YOLO在往前壓制的情況下 沒有注意到自己已經打到對手了 然後按下那個摔 摔空之後丟進角落 局勢瞬間翻盤 沒有錯 運氣看來 目前是站在卡卡密這邊的 是 那目前也是2比1 2比1 現在卡卡密領先 開局來看一下 中距離雙方都很小心喔 又對於YOLO來講 這是他的最後 呃 對手已經聽牌局了 是 好 拗到一下 在關鍵時刻 卡密的拗 還是下得非常的果斷 哇 這個前套中手 漂亮 有點厲害 完美Perry YOLO也來 往角落送 中距離 又找到一個機會 打完之後補摔一下 血量取得優勢 是 這裡要往後潰還是往前壓呢 看來是穩健的 維持到中距離 沒有錯 不照鏡 慢慢地牽制對手 動衝你的動衝 YOLO Idle Impact 這邊帶著走嗎 好 這邊發一顆地帶著走 漂亮 正確的連段 收下這個燈 非常的緊張啊 對 綠蟲過來之後 點了兩下中攻擊 完美Perry 雙方下Perry的點都下得非常的漂亮 對 綠蟲中的沒折到 但YOLO 這場比賽出現完美Perry 可能是我們播報這兩天比賽裡面 最多的一場 對 雙方在 系統上面的理解都非常的不錯 是 現在摔了一個 雖然是空的YOLO 你先奧了一下 塔米非常的果斷 但是動力槽被打乾了嗎 對 我點了一下 線底塔盒 出來了 哇 這個動力槽要乾掉了 對 全給 對 這邊把塔米打乾 在角落是生不過去的 哇 下中獎回事 下中獎 CA這個選項 是 這個理解 漂亮 漂亮的防守 把對手打殘的同時 自己動力槽也快要回滿了 對 這場比賽先回滿動力槽那一方 就是獲勝的那一方 好退空漂亮這個反應 動力槽接近滿了 滿了嗎 滿了 傳氣功 差離RO了 對 漂亮 這個選項最好的點是 即使他被綁住了 對手還是被磨死 沒有錯 這是動力槽的重要性啊 是 卡米聽牌 好 打完之後往前走摔了一下 對 綠衝進來想要摔 血摔 Perry掉了 來了 好確認 摔一個卡卡米 摔了一個 這邊是 還有兩個風水的狀態 好 直接第一滴板 想把隊友丟進角落 然後這邊一個 完美Perry在後摔進去 是 那這個動力槽非常危險哦 是 不過這邊防守守得好啊 其實動力槽比較吃緊的情況下 而且還是靠基本的防守 對 撐了下去 確認也非常好 卡米大有力局面 對 又這邊很危險 那邊撥到 魚氣 直接換一格氣 把隊友打殘 生死蛇 第一線 能不能撐過去呢 啊 撐不過去 恭喜卡米 我們下支 請 我們下支